张局长真的是很累 女婿是老朋友王广平的儿子 两家人知根知底的 王建华这小伙子在张局长眼里很不错 到穷乡僻壤当知青 又从穷乡僻壤考上大学 还积极替王广平的平法奔走 张局长对王建华的印象一直很好 至于王广平调去党史办养老的事 张局长也不太在乎 王广平要是不去党史办 事业上和他势均力敌的 王家不一定能瞧上他闺女 毕竟他闺女论个人条件实在不出挑 下乡当知青时就和当地人结婚了 还生下了的孩子 张局长态度强硬 不许把那孩子带回城 这些事王家都知道 所以王建华和其他女人乱搞生出孩子 张局长的生气 更多是因为王建华的不谨慎 他这个当爹的 甚至还劝女儿 你男人有这个把柄 以后在你面前就抬不起头了 不用你来当坏人 懂我替你处理 借这件事让你把姓王的收服 张局长心想 大家都有个非婚生子 扯平了吗 免得女婿将来有了出息 后翻旧账 他甚至给女儿支招 一定要让王建华吃吃苦头 让他记住这个教训 然后张家再出面 替他解决此次的麻烦 那孩子就算真是他的 也绝对不能认 咱家不能逼他 让他自己选 前途和孩子他只能选一样 我们要是逼着他选 他以后肯定会怪我们的 王建华又不傻 或者说 大部分男人都不傻 不像女人把孩子看得很重 只要那啥功能还在 能和前女友生孩子 就能和老婆生 前程可比一个孩子重要多了 张局长认为 王建华肯定能做出对的选择 张局长这样一说 他女儿岂能不懂 那孩子多半真是王建华的 意识到这点 张局长女儿自然生气 十个女人 有十一个都接受不了这种事 可他却没多少任性的资本 他多少还是有些自卑的 能找到王建华那种条件的男人当老公 正是因为他的家事 除开家事 他认为自己配不上王建华 把对方踢掉 他应该也找不到更好的 那还是忍了吧 像他爸说的 利用这件事把王建华拿捏住 张家内部达成了共识 张局长女儿支持老公 张局长很生气 女婿乱搞 一边骂还要一边想办法 还想和王建华当和谐有爱的一家人 王广平和冉淑玉 赶尼尔媳妇的大度 夫妻俩都快把媳妇夸上天了 对死了都要给王建华找事的夏子玉 冉淑玉一口一个贱人 恨不得将对方再从粉里拖出来鞭尸 他全然不提夏子玉对王家的付出 只记得那人对不起王家的地方 夏子玉当初就算没畏罪潜逃 他也绝对不会接受对方 夏子玉做得再好有啥用 不能给王家带来帮助 那就是拖累 现在这小贱人 不知和什么也男人搞出孩子来 想人给建华 冉淑玉在张家把眼睛都哭肿了 王广平到老老实实向老友致歉 男人看事情要透彻些 男人也更了解男人 孩子多半真是建华的 建华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容易犯的错 没有经受住诱惑 没管住自己下半身 这错误啊 王广平必须检讨 必须承认 必须在老友间亲家面前低头道歉 但这错误 更多还在夏子玉身上 他一个逃犯 还要和建华有牵扯 就是故意害人 要是真心爱建华 就不会把孩子生下来 还送到建华单位 老张 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整建华 我是没啥值得别人惦记的了 倒是你那边 王广平阴谋论转移注意力 搞得张局长也有点忐忑 两人还没查出是谁要搞王建华或是张局长 民省那边 柳山把王建华给实名举报了 这下 不仅张局长傻眼 王广平这当爹的也没办法替其儿子辩解了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错是不假 建华犯的错也太频繁了 和夏子玉不清不楚就算了 还招惹柳山 柳山那是能轻易招惹的嘛 人家又不是小市民家庭 在京城是有名有姓的 王广平要还是高教司的副司长 倒能把柳教授给携制住 可他如今在党史办 张局长气得脑一血都快犯了 从前瞧着挺靠谱的呀 怎么没发现这女婿蠢成这样 招惹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逃犯前女友 另一个是同校师姐 是大学毕业的青年女干部 解枯带实 一点都不思考的是吧 凭啥认为自己可以掌控这样的两个女人 浓浓的疲惫笼罩着张局长 他是想当个好岳父 却带不动这样的纯女婿呀 张局长不方便出面 也不乐意再出面 王广平和冉书玉到柳家去求情 被柳教授毫不留情赶了出来 不管用什么条件 请谁当说客 柳教授都不为所动 这回就是张局长也不好包庇了 王健华单位要严肃处理 孩子是不是他的不好说 柳山这边能拿出和王健华的亲密合照 书信来往 也就是八十年代没啥开房记录 否则柳山肯定也会提供 王健华的档案里 被重重记了一笔 顺着生活作风问题 又查出王健华在鹏城出差时 接受了一些礼物 出入高档场所 违反了组织纪律 抹黑了单位的形象 单位予以开除处理 这处罚结果也是罕见 能把自己的铁饭碗弄丢 王健华同志做死的力度很强啊 他的仕途毁了 毁在了意气风发 想要大展宏图的起点 柳山也挨了处罚 被击打过 他和王健华不同 单位让他自己选择 给他一个坐冷板凳的机会 要把他调到基层学校去 柳山毕竟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国家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这是不想浪费他的文化知识 不过明眼人都知道 档案里有这样一笔 柳山在基层做得再好 都别想被提拔了 他将被彻底流放 柳山没接受单位给的机会 他选择了主动辞职 王健华灰溜溜离开单位那天 柳山现身了 王健华看见他 只把他当仇人 哪还有半点爱意 柳山也不是好惹的 当着所有人的面 重重抽了王健华两个大嘴巴子 呸 老娘真是瞎了眼 居然爱过你 这双手 曾温柔抚摸过王健华 如今毫不留情抽在他脸上 王健华双手握拳 眼睛里也全是怒火 这天下的女人 竟没一个可信的 一时说爱他入骨 说能为他生为他死 等他相信了他们 一时又翻脸无情 重重捅他一刀 柳山觉得自己被骗了 王健华何尝不是这样想的 他也是被柳山骗了 他和夏子玉处对象时 柳山不介意 他结婚时柳山不放弃 那时候不介意 现在怎么就不能接受了 贱人 你害得我好苦 他的事业 他的理想报复 被柳山一封实名举报信给毁了 叫王健华稍微欣慰的是 柳山损人不利己 毁了他 自己也没落到什么好处 那欣慰只有一点点 更多还是一难评 柳山胸无大志 他却背负着振兴王家的使命 他俩的前程 根本不是一样的分量 柳山冷笑 我害得你好苦 王健华 你欺骗我感情 我下半辈子都不会让你好过 反正生活已经这样糟糕了 他要和王健华死磕到底 凡是王健华要做的事 他都要搞破坏 他都要看看 这狗男人能过得有多好 柳山放下狠话 看见王健华身后站着的人 忍不住发笑 王健华 你可要振作呀 毕竟你还要挣钱养儿子呢 柳山说完 毫不留恋转身走了 王健华回头 眼前阵阵发黑 是阴魂不散的夏俊宝 抱着孩子站在那里 那孩子被王健华的单位 送去医院精心照顾了几天 皱巴巴的皮肤舒展了 连哭声都洪亮了几分 说真的 这男婴若精心养一段时间 必然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宝 毕竟夏子瑜和王健华都生得不丑 两人的孩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如今国家执行的计划生育 能一举得男 是天丁尽喜呀 如果这孩子是王健华老婆生的 他就算再瞧不上黄脸婆 也会对亲儿子疼爱 可这孩子是夏子瑜生的 有这孩子 才有了柳山的举报信 让他前途尽毁 瞧见夏俊宝抱着孩子 王健华没个好脸色 你还来做什么 这孩子我是不会认的 我现在连工作都没了 你也威胁不到我 赶紧给我滚 夏俊宝看着呆呆的 嘴皮子还挺利索 姐夫 这是你的儿子 我养不活 我姐临死前让我把孩子交给你养 你没了工作也要想办法养他 我得听我姐的话 不然她死不瞑目 姐夫 你晚上睡觉就不怕我姐回来找你吗 王健华鸡疲疙都起来了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肯定是他儿子 如果不是他的种 杜家不会舍得自己的血脉流落在外 但知道归知道 王健华对这个儿子没有半点喜爱 甚至埋怨这个儿子毁了他的前程 既然前程没了 那老婆就更不能丢了 他不再是什么青年干部 而是档案有黑历史 被单位开除的人 若和现在的老婆离婚 应该没啥机会再找到一个局长岳父了 认了这孩子 他连现在的老婆都保不住了 王健华咬牙切齿 夏俊宝 你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杜 是不是他让你来害我的 夏俊宝避而不达 表现得像个人形复读机 姐夫 我养不活小外甥 你要养他 你走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直到你同意养他 这是夏家人自私的天性 夏俊宝怕死了杜称隆 杜家那么厉害 随时能弄死他 亲姐姐夏子瑜给杜姐夫戴绿帽子 杜姐夫吩咐的是 夏俊宝不敢不做 至于这样做 是不是对不起王姐夫 夏俊宝管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王姐夫也不无辜 他姐都嫁人了 王姐夫还要和他姐偷情 这就是活该 夏俊宝甚至还挺恨王健华的 他好不容易能在港岛安定下来 每天上学都有车接送 和有钱人家的少爷们待遇一样 他过着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 杜姐夫那样的大人物 还很和气的与他讲话 王健华的生活夜间全毁了 难道他不是吗 要不是王健华和他姐偷情 他还是杜姐夫的小舅子 怀里的小外甥 也是以后的度假少爷 夏俊宝怕杜称隆连他一起迁怒 一丝不苟地执行杜称隆交代的任务 心里甚至有隐匿的期盼 如果他做得足够好 杜姐夫说不定还会把他接回港岛去 他什么都愿意做 他要让杜姐夫看到他的认真 被单位开除后的王健华 在民省这个地方 是收拾不了一个阴魂不散的中二少年的 这个中二少年 背后还有人提供帮助 王健华偷偷买票回京城 一上车就发现 夏俊宝抱着孩子就坐在他旁边 看见他就一咧嘴 姐夫 我养不活小外甥 我姐让你照顾小外甥 王健华简直被夏俊宝搞到精神崩溃 说真的他晚上做梦没梦见过夏子玉 倒全是夏俊宝抱着孩子的画面 还有那句 姐夫 我养不活小外甥 是杜称蓉 是那老东西在报复他 王健华跌跌撞撞回了京城 他先回自己家里 把事情的经过一股脑全交代了 求着王广平想办法 王广平把晾衣杆都抽断了 冉书欲只抱着儿子哭 健华是被夏子玉的小贱人害了 是那小贱人的错 你打他有什么用 现在事情怎么解决呀 王广平扔下断掉的晾衣杆 小贱人固然是祸害 也是他自己犯蠢 那贱人给杜家老鬼当小老婆 红老头子捞钱都来不及 哪里还有心思和这蠢货就情复燃 是一开始就打着戒种的主意 不甚被杜老鬼发现了 杜老鬼才要报复他 他咋会有这样蠢的儿子 王广平仔细端向王建华的五官 若不是这轮廓和他像得很 他都要怀疑自己也是被戴了绿帽子 蠢成这样 怎会是他王广平的儿子 莫不是老婆冉书欲偷人生的 儿子的确是他的种 王广平失望的一开视线 王建华和冉书欲惊的说不出话来 借种这种操作太骚了 王建华自己都想不到 他一直怪夏子玉形势不缜密 才被杜称蓉抓住 却没想过夏子玉最初的目的就是借种 爸 现在咋办啊 姓杜的要整死我 夏俊宝天天抱着孩子跟着我 人现在就在家属院门口 夏俊宝会纠缠我一辈子的 一个15岁的半大小子没啥大用 别说夏俊宝只有15岁 就是一个25岁的成年男人 王广平也有一百种法子收拾他 他就算调去了党史办 好歹也是个干部 夏俊宝姐姐是逃犯 父母在坐牢 这样的人拿什么和他斗 王广平拿夏俊宝没办法 不是夏俊宝抱着王建华的儿子 是对方身后站着杜称蓉 王广平在姓杜的身上受过教训 杜兆辉几年前给学校捐款 那时王广平还是高教司副司长呢 都拿杜兆辉没办法 如今他就更不如杜家了 杜家屁都不算 就是有钱 有钱的港商王广平惹不起 但他觉得有人惹得起 在家里好好教了王建华一通 夫妻俩压着王建华去张家请罪 夏俊宝像个游魂一样跟在后面 阮书宇几次想骂人 都被王广平扯住袖子 不许他理会对方 因为不管王家人开口说什么 夏俊宝都只有那一句 姐夫 我养不活小外甥 简直是有毒 王广平根本不给夏俊宝说话的机会 爱跟就跟吧 夏俊宝跟到了张家 找了个阴凉地方 给孩子换尿布喂奶 他一个半大少年 带着个奶娃娃 进出家属院的住户都好奇 就问他是不是找亲戚 夏俊宝一点不隐瞒 说他带着小外甥来找姐夫 姐姐死了 要靠姐夫养活小外甥 可惜姐夫不理他 他一路从民省跟到了京城 听起来甚是可怜 什么混账东西 你姐夫叫啥名字 孩子真可怜 这么小还没满月吧 家属院门口群众们七嘴八舌的发散着爱心 家属院里张局长家正在上演着一场负荆请罪 王家三口一上门 王广平就勒令王建华跪下 他一点都不心疼儿子 打断了家里的晾衣杆不算 在张家对王建华大打出手 还要拿凳子砸 那一下要给砸实了 王建华非得砸剑当场不可 张局长赶紧拦下 老王不厚道啊 在他家把人打出好歹 那王建华下半辈子就真的赖上张家了 唉 事情都发生了 你就是打死他又有啥用 咱们两家坐下来开成功功的谈谈吧 建华 你现在被单位辞退了 没了工作不说 当案上也不好看 我就是本事再大 也很难替你运作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王建华一脸乌青 我听爸的 爸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对不起自己媳妇 没脸求他原谅我 他若愿意再给我个机会 我愿意用一声去赎罪 去弥补他 房间门虚眼 他老婆肯定在里面听着 他爸说了 狡辩没用 他越是狡辩 张家和他老婆就会越生气 只有把姿态放低了认错 让张家把这口气出了 张局长果然一噎 把王家三口扔客厅里 自己回房去了 张局长没问女儿是咋想的 只说了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你和王建华还是能过下去的 他工作丢了 以后更要靠咱家 不如叫他当个上门女婿 你叫他走东 他不敢向西 等你俩有个孩子 我要好好栽培孙子 女婿是不中用了 赶紧生个孙子出来还能抢救下 张局长不是稀罕王建华 就王建华做出的事 把他和王广平的老交情都糟蹋光了 张局长是想着 天下难找不透心的猫 再换一个女婿 也不见得比王建华更听话 实在是他女儿的条件不出色 再离一次婚 外面的人更要嚼舌根了 王建华弄出这种丢人的事 外人当然也会嚼舌根 但张家是受害者呀 只能谴责王建华 同情张家 张局长老婆恨不得冲出去 把狗屎女婿挠得大花脸 再吐对方一脸口水 但理智上 他也知道丈夫说的没错 张家夫妻一起看着沉默的女儿 张家闺女是没多少主见的人 至少面对父亲时 他已经习惯了服从 他要是有主见 就不会让张局长来安排他的人生了 让他把孩子丢下回城 他都不敢反抗 这说不定是他抛肤弃子的报应 所以和王建华结婚 这男人从天降一个私生子 更欺负人的是 出轨的还不仅一个女人 他才不会这么轻易放过王建华 爸 我都听您的 很好 意见达成统一了 张局长回到客厅 也不遮掩 直接说了自己的条件 要王建华当上门女婿 以后小两口生的孩子 不管是男是女 都要姓张 冉淑玉当场瞪眼 他就一个宝贝儿子 咋能给张家当上门女婿 王建华也觉得屈辱 王广平却一口答应下来 马上叫儿子写了保证书 连上门女婿的事都写了进去 还叫王建华按了手印 把保证书交给自己亲家 王广平常常舒了一口气 老张 谢谢你肯再给建华一次机会 咱们两家一见统一了 就能处理外面那个了 王广平把夏郡宝 跟着回京的是一说 张局长也眼前一黑 王家的不要脸 原来不是从王建华开始的 王广平是给他下套啊 张局长想把什么狗屁 保证书撕了反悔 他闺女却从房间里冲出来 冲着王家人咬牙切齿的笑 这事好处理 把孩子留下来养着就行了 杨 他替王建华养这私生子 他得用这事拿捏姓王力一辈子 让王建华和王家 以后几十年都不安生 王家厚颜无耻 把张局长的老实闺女都逼得黑化了 王建华觉得他老婆的样子太甚人了 王广平却大喜 冉书欲愣了愣 也夸媳妇是一等一的贤惠 也不想想 张家吃了这样大的血亏 王建华下半辈子就得给人家做牛做马还债 好好的人不当 却要矮下身当摇尾其怜的狗 骨气这种东西 当父母的没有 又如何交给儿子 在这点上 王建华还不如柳山一个女人有决断 王建华把错误推给别人 毫无担当 柳山做错了却肯承认 还自己辞了职 不给自己留后路 天宽地广的 柳山知道自己丢掉了最舒适的路 却不相信自己会饿死 有人觉得做狗比当人舒服 这纯粹是个人的选择 王建华丢了工作 当了上门女婿 还要捏着鼻子 认下私生子 也不知道杜称龙是怎么吩咐夏俊宝的 夏俊宝连人带孩子都留在了京城 他说要看着自己小外甥长大 整个家属院都知道了 张局长女婿在外和女的乱搞 连儿子都生出来了 张局长家女儿大肚 认下了私生子 不知谁在背后造谣 说张家要把孩子认下是权宜之计 孩子养在张家 早晚要被害的性命 否则孩子亲舅舅 砸手的不肯走 要是没人看着 张家指病就把孩子给害了 张局长一听这舆论风向 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 对王建华越发苛刻厌恶 天地良心 张局长哪有那么坏 他是不喜欢的孩子 没有哪个老丈人 会喜欢女婿的私生子好不好 但说他狠心把孩子弄死 他还真不是那种人 现在有了这种谣言 张家越发要好好养这孩子 哪敢让他夭折呀 要不明明啥都没做 对外却说不清楚 张局长甚至自己上了王家的恶当 不管是老朋友王广平 还是王建华这狗屎女婿 都是他看走了眼 还有个让张局长闹心的事 孩子前脚刚进他家门 后脚就有计生办和局委会的上门了 这孩子不能不明不白的养着 总要上户口吧 若说是王建华的孩子 就把王建华和张局长女儿的婚内生育名额占了 以后他俩就不能再生孩子 否则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王建华是丢了工作 张局长女儿却没丢 违反计划生育 百分百要开除公职 张局长恨不得把王建华一脚踹出张家 第一次生出换个女婿的想法 王建华完全没有发言权 他现在就是张家不发薪水的庸人 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大学毕业生 就算被单位开除 换个地方闯荡就不能活吗 就是帕洛丹后被杜称荣报复 他才灰溜溜滚回京城球老丈人庇护 为了这份庇护 他选择没有骨气的赖在张家 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 张家自然随意使唤他 家里里里外外的家务都有王建华在干 做饭 洗衣 拖地 活得别体多窝囊了 时不时还有夏郡宝神出鬼没的叫姐夫 王建华这日子过的 那是一天接一天的熬着 张局长气得半死 还得给王建华的私生子安排身份 最终把那孩子的户口上 在了张家远亲名下 算别人家孩子 寄养在张家的 张局长毕竟还在位 别人也给两分面子 虽然都知道这孩子是咋回事 也睁只眼闭只眼 让张局长给糊弄了过去 那么 炸弹也算解除了吧 并没有 炸弹只是暂时被安抚住了 张家没人喜欢王建华 夏郡宝也同样如此 有他守在京城 这孩子早晚知道自己身世 王建华永远别想得到安宁 张局长女儿也有自己的打算 王建华丢给他一个私生子 他必要让王建华也常常被戴绿帽的滋味 孩子他不给王建华生 却要让孩子管王建华叫爸爸 反正从他肚皮里生出来的 不管亲爹是谁 都是张家的孩子 他还不会瞒着王建华 就算知道 又敢说什么 一个没骨气的贱男人 活该要当绿王八 如果罗耀宗在这里 一定会向王建华传授经验 别小瞧女人 别欺负女人 越老实的女人黑话后越恐怖 王建华的下场 夏小兰用脚趾头都能猜到 烂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青云直上的王建华是没机会瞧见了 从此以后 世上多了一个窝囊费 夏小兰甚至还没特意报复对方 男人就自己把自己作死了 是谁让王建华一步步变成这样的 完全怪夏子欲吗 好像也不是 每个人的一生都面临无数的选择 在每一个路口 转向不同的方向 遇到不同的人 命运就会发生改变 如果自己没有坚定的心性 哪怕是个男主角的命 在关键的岔口没选对 也会沦落成可悲的小配角 这天晚上 王建华做了一个冗长又奇怪的梦 他梦到自己还在安庆县大河村当知青 村里下家有三个孙女 其中一个叫夏小兰的 样子长得娇媚 性格却泼辣 她忍不住被吸引了 夏小兰对她也有好感 但却是个争强好胜的 不能回城的穷知青 她是不会嫁的 我男人得有本事 你要是没本事 就别拦着我去找有本事的男人 这话太直接了 梦里她偏偏不服气 要把村里这朵最娇艳的花摘下 能改变现状的 就是考大学 她埋头复习一年 考上了首都师范学院 这点倒和现实一样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她把通知书送到夏小兰面前 这算有出息了吗 梦里的夏小兰扎两个大辫子 胸把宽大的衣服都仗得鼓鼓的 俏丽的脸 娇称又泼辣 一把把录取通知书抢走 仔细看完才扔给她 还行吧 勉强够资格当我对象了 看把这丫头给傲的 一个大学生多金贵 也就勉强当她对象 不过显然王建华就好这一口 这男人要喜欢一个女人 她温柔可亲是对的 泼辣也不算错 反正录取通知书一到 俩人就正式出了对象 一转眼 到了王建华要去学校报到的日子 她以为要和夏小兰异地了 夏小兰却收拾东西跟在她屁股后面 说自己也要去京城 我去上学 你跟去干什么 你是我男人 你去哪儿我跟到哪 等我去了京城 你要想办法养活我 我要连饭都吃不饱 那你这大学生也没用得很 夏小兰说的阵阵有词 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 就算不那么合理 她都是底气十足 谁让她长得好看呢 王建华知道这女人真没开玩笑 到了京城 他若是养不活她 他可能就把她踹了 重新找个有用的男人 夏小兰也没想天开 她虽然是个农村女孩 却长了张极漂亮的脸蛋 上了年纪的人觉得不端庄 可年轻男人就喜欢不端庄的呀 梦里的时间过得很快 王建华好像是个旁观者 再以快进的方式 去看另一个王建华和夏小兰的生活 画面一转 两人已经在京城安定下来 夏小兰就在首都师范学院旁边租房 王建华课程很忙 上完课还要挤出时间去做家教 给人补习 挣着补习费 再加上学校每月发的生活补助 勉强够维持她和夏小兰的生活 夏小兰没考上大学 也没有考大学的打算 她说自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 她也不算是传统意义上贤良舒德的女人 在大河村时她就爱打扮 好好的衣服 她非得掐个腰收收袖子 本来就腰细胸大 再一折腾 就更显虎媚 自然引来许多议论 到了京城 夏小兰可一点都没收敛 她反而变本加厉了 安分手挤在家待着可不是她的性格 王建华上学和替人补课的时候 夏小兰也总往外面跑 长得漂亮的确占便宜 她一个外地人 居然很快在京城找到了工作 百货大楼站柜台卖东西 虽然并不是正式工 也足以让王建华警惕 没点家底的 谁敢去百货大楼买东西 夏小兰又长得那么招人 在百货大楼那种地方上班 肯定能碰上不少条件好的男人 那些人会不会挖她墙脚 梦里的王建华很是着急 她越是着急 就越努力 积极想办法要让她爸回城 一个大学生在京城这地界实在不稀罕 除非她爸平反了 得加上家事 勉强能让夏小兰的小妖精收心吧 事在人为 王建华在这样的压力下 飞快地成长 夏小兰自己能赚工资 也没说让王建华别给人补课了云云 照她的说法 一个男人连家都养不起 还有啥用 现在挣的少也得去挣 让她挣钱养男人是不可能的 因此 她自己的工资攒着 还把王建华省吃俭用的钱洗劫一空 倒贴是不存在的 长得一般的女人会考虑经营自己的形象 试图用美好的品质去吸引异性 长得好看到了一定程度 最能持量行凶 如果王建华对她不好 她就换一个对象 这是夏小兰的原话 如此一年后 夏小兰攒下了一些钱 也不知她哪里认识的门路 租来几台旧的缝纫机 摆在房子里请人做衣服 布料则是百货大楼低价处理的瑕疵品 所谓的瑕疵 不过是一些地方脱丝 或者保存不当 被虫子咬了几个洞 把有瑕疵的地方处理了 其他不还能用 她请人到家里做工 其实在租了缝纫机和买了原料后 连第一个月的工人工资都付不起 王建华都替她捏了一把冷汗 到处借钱替夏小兰周转 夏小兰自己倒不急 百货大楼站柜台的班继续上着 利用职业优势 拉了不少客人买她的衣服 一开始还给人做代工兼零售 后来就不零售了 直接做出衣服批发给别人卖 规模也不大 一直就是请卖几个人 只是租来的就缝纫机 慢慢换成了新的 而且是由租便买 一开始租的小房间 搬到了一个小院子 等大二零年结束 夏小兰在升级的小加工车间后 居然还另外攒了几千块 其实到底攒了多少钱 王建华也不知道 反正拿出来的就是几千块 让王建华当作活动经费 试试能不能把他父母安排回城 王建华的确是找到了路子 就是缺钱运作打点 梦里 他考虑再三 才收下了夏小兰的钱 并且打了借条 大二暑假 王建华就带着夏小兰 去了吉省的农场看父母 冉淑玉不喜夏小兰生的娇媚 告诉王建华这女孩不是安分人 不巧被夏小兰听见了 二话不说就收拾东西要走 王建华跟在后面追了十几里地 各种赔礼道歉 嗓子说的都快冒烟了 好不容易才把夏小兰哄得回心转意 同意跟她回农场 但有一个条件 冉淑玉必须要给她道歉 我就没见过往自己儿子头上扣绿帽子的 我不是个安分人 那你岂不是乌龟王八蛋 王建华无话可说 他也觉得自己亲妈是没事找事 夏小兰要是不安分 如今在京城也挣了不少钱 把她踢掉换个对象不难 为什么还要把私房钱拿出来 给她打点关系用 这女人就是嘴硬 其实对她的感情挺真的 王建华站在夏小兰那边 冉淑玉和王广平用了为了媳妇的钱 也不是很硬气 虽然当时双方和解了 却埋下了隐患 三个月后 王广平成功回城 梦里 王广平的工作并不是安排在高教司 是一个更有实权的部门 王建华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 人一时之气的冉淑玉抖了起来 开始挑下小兰的毛病 嫌弃夏小兰出身不好云云 要给儿子另外介绍门当户对的相亲对象 王建华根本就不配合 冉淑玉挑剔夏小兰 夏小兰就把火发在王建华身上 王建华两头受着加板气 冉淑玉瞧不上她 她就再也不上王家大门 王建华没课的时候就来陪她 回王家的时间自然不多 冉淑玉经常在家掉眼泪 说儿子被狐狸精勾走了 夏小兰火大 提了几次分手 反是王建华后脸疲赖着 转眼 就到了王建华大学毕业 她以优秀毕业生和全国大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 分配到了极好的工作 试图一片平坦 夏小兰一个村姑 用和高攀 这两年 她的小家攻坚并没有做大做强 始终维持着不大不小的规模 赚的钱是不少 却也不至于成为什么女企业家 但她有钱舍得花呀 原本就有十分的漂亮 现在一打扮起来 恐怕得有十二分 王建华一直都换得换尸 她一放手 虽然有其他人等着追求夏小兰 她是恨不得把人藏起来 可这美色哪里藏得住 和王建华一个圈子的大院子弟 嘴里说羡慕她运气好 不少人真是按搓搓排着对象挖墙脚 王建华大学一毕业 还没到分配的单位去报到 就要先和夏小兰领结婚证 这一关 不是男在她家 是在夏小兰那里碰了碧 在我们乡下 都是男方主动上门提亲 背下彩礼钱和四大剑才能说结婚 我一个黄花大闺女 跟你到人生地不熟的京城已经四年了 你现在认为我掉价了 可以不花钱就取回去是吧